曾经这只是一个遥远的未来 他们一直背负着所有人的期待 终于 苏花盖要全线通车了 这个岛屿再一次改写了苏花公路的历史 而这群人也在苏花逐鹿人的故事里写完了新的篇章 这些过去的种种似乎也该随着工程的结束而云淡风轻 但是 当这些画面一幕幕在眼前放映时 那收藏在心里已久的记忆又开始不断地被扰动着 桥塔上冷冽的北风 隧道里沉雾弥漫的空气 还有雨水和汗水冷热焦杂的温度 一切就像是昨天才刚发生过的那样的清晰 开炸的阵波 总是用粗暴的方式穿透全身的细胞 汗动着整个隧道 虽然已经开炸过了几百次 但每当他们手里拿着炸药时 身体还是不自主地绷紧着 高架桥梁上的景色 过了一天 当双脚踏在桥面的钢梁时 得要不断提醒自己踩稳每一个脚步 而在每天工作结束回到地面时 也才能将踩在土地上的步伐慢慢地放松 他们的工作看似没什么特别 只是不断做着一些重复的动作 让隧道一段一段地前进 让桥梁一节一节地伸长 不过仔细想想 那些可以顺利完成一天工作的日子 还真的不多 酷热的太阳 寒冷的季风 还有似乎不会停歇的雨季 让桥梁工作的进展变得缓慢 而每一次的游水 每一次的抽摊 也都可能快速无情地摧毁过去好几个月的心血 一有状况发生 也要随时警觉和伙伴互相照应 身旁一个不小心就会失去了生命 也破碎了家庭 或许大家都知道 逐路的工作很辛苦 但很少人知道 真正辛苦的 是他们得在高度压力的状态下 不断付出大量的体力去工作 然而那些一般人无法附和的体力 无法承受的压力 也都只是他们每天工作的日常 这条贯穿东部的台九线 欢迎在山与海之间 穿越的地形多元且复杂 虽然它每一次的改变 都有着不同的目的 但却都是这些逐路的人们 辛苦开凿出来 如今 这条公路带回了寻求都市梦的七年 也带尽怀抱乡土梦想的新秉民 而苏花改这群逐路人 也终于能够踏上在远方的家人 长久盼望的那条回家的路 你或许记不住这一张张陌生的脸孔 但请你一定要记得 曾经有那么一群人 为了构筑这条安全回家的路 而无私付出的一切 因为这一群人 才是在你我的生命中 真实存在的英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